过去一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坚持表示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核谈判取得进展 他的证据呢 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或者导弹试验 速度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 但我对于没有导弹试射很满意 我不着急 我只是需要他们停止试验 在这方面 我们的进展很特别 然而这个话他再也不能说了 上周 朝鲜在停止试射一年半之后 发射了第一枚弹道导弹 朝鲜问题分析人士斯科特·施奈德说 这次短程导弹试射是金正恩对特朗普施压的最新举措 朝鲜在测试美国的反应 他们想看看美国能够容忍地挑衅极限在哪里 试射几天之后 白宫没有进行回应 特朗普也没有批评试射行为 其他美国官员指出 这次试射的导弹无法打击到美国领土 然而为了继续核谈判 美国可能会允许朝鲜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 朝鲜可能会认为他们还没有触碰到美国的底线 所以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试射 来了解什么时候美国会更加强烈地回应 分析人士说 这种结果是特朗普政府 以没有试射来定义核谈判的成功与否造成的 由于特朗普没有使用逐步增加压力的谈判策略 他完全受制于如何回应目前的情况 显然 未来的任何试射都会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损害 使他难以回到谈判桌前再次准备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将会谈作为施政重点 韩国惧怕谈判破裂而对此谨慎回应 美国之音记者珈乐首尔报道 明星期间珈乐首尊